其他饮料大开箱 墨汁饮料 这个东西奇葩点的其实很简单 你们看一下这个包装它像什么 只要你买过钢笔并且买过钢笔墨水 你肯定都知道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那钢笔墨水的那个瓶子 为了有个对比 正好我这里买了一瓶 这个是钢笔墨水 这个是墨水饮料 包装的是一模一样 只是造型大小的问题 它这里其实也标了 叫做可以喝的墨水 其实就是用黑桑笋蓝莓加蔓圆莓做出来的一个墨汁饮料 对比这墨水颜色确实是挺黑的 不过倒出来这颜色立马就不像了 有点像是那个酸梅汤的那种感觉 这味道还挺好喝的兄弟们 整体偏向于黑桑笋的那种甜味 所以这款东西的奇葩点就在于 你拿着这个东西喝 别人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你就是在喝墨汁 让人产生那种视觉上的错觉 来下一个 这个东西呢是粉丝给我推荐的啊 是碳酸饮料里面的其中一种 但它的味道呢是生姜口味的 也叫做生姜可乐生姜汽水 全名叫做加拿大干姜味碳酸饮料 原产地是波兰啊 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虽然叫姜味的 但是实际上配料里面没有一个带姜汁的东西啊 怎么没有味道啊 这一般闻不出来的味道的我感觉都很难喝啊 哦 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像啤酒的那种感觉啊 气很足 而且感觉啊有一点像是雪碧里面对了那么一点点可乐的样子 感觉有点不太是像姜啊 像那鱼青草的味道 口腔接触到的地方就很干很色 略微有那么一点点酸味 但几乎来说就尝不出那个姜的味道 就是在喝一个类似于比较浓稠的碳酸饮料 然后是那种酸味的感觉 因为汽水这个东西啊其实越喝越渴 但这个呢 它其实比那汽水还要更恶劣一些 就喝了这一小杯啊 我现在整个口腔全部都是干涩的 那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设计出来是为了促进可乐销量 还是为了借可乐的啊 来下一个 名字其实挺拗口啊 叫做新群夏桑菊 饮料类型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啊 叫做可乐型的碳酸饮料 看了配料才知道呢 里面是加了桑叶还有菊花 还有甘草粉的一个饮料啊 所以说这款东西啊严格意义上来讲 应该叫做桑叶菊花味可乐 并且产自于广州啊 如果有广州的小伙伴啊 这里可以言语两句 而且另外差一句啊 广东那边的特色兄弟们 就长这个颜色的啊 我就不禁想起了那广式凉茶你知道吧 因为凉茶在我当时的认知里呢都是甜的 自从我喝了广式凉茶以后啊 那一口下去的味道真的是我原地起飞啊 所以这个广州出产啊 我就稍稍微微有那么一点后盼啊 气不是很足啊 而且你看兄弟们 这是可乐啊 它不急泡啊 哎呀真的就是 说真的我当时铺垫这么多 其实就是为了水思茶啊 但是没想到这玩意它真是苦的 来这杯进粉丝吧 我随意你们先干啊 你们如果没有喝过广式凉茶 你们可以去尝一下 这严格意义上来讲 其实跟那个差不太多 闻着呢是那种炒药的味道 但是不浓啊 没有中药那么浓 可能就是普通中药 十分之一的那种味道 入口的第一感觉呢 就很明显的一股菊花茶的味道 另外的话呢 还加了就是类似于 应该就是它说的商业的那种感觉啊 但是喝的就是像草药 哎反正我说实话啊 它回甘是甜的 但是你入口下去 你表情一定不会好 来下一个兄弟们 这是本期视频最高能的一个东西 名字你们可以看一下 叫做道口烧鸡味 汽水 像这其他的这些汽水对吧 它都是植物类的 你看这个汽水啊 它是肉味的啊 而且这里写啊 低糖零脂 这都已经烧鸡味了 怎么还能做到低糖零脂的啊 来咱们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啊 平身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上面有一个大辣的烧鸡 看见没有 它这个配料表啊兄弟们 前三个都还挺正常的 对吧 你看第四个 鸡肉蛋白钛 道口烧鸡老汤提群 里面的野吃 套导 美意 清酒 几根 那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吧 我喝的我只能说就是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的喝了 然后稀里糊涂的不知道这什么味道 所以就这个饮料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人研发出来的 真的 你要如果说它难喝 你就干脆给个苦味 对吧 里面那个口感啊 就让你觉得它不是个好东西 但是它又喝不出来 它哪里不好 就这个意思 那最后我猜都不用猜 肯定有人会说啊 就大兴 为什么你不把几个融合一下 再尝一下味道 我知道啊 你们不会放过我的 来吧 这是刚喝下来的烧鸡 倒一点这个三叶可乐 好 再来个姜味的啊 滴两滴墨汁 OK 来这样就来了一个十全大补饮料啊 是真的 这一口下去啊 感觉元素作曲表在我这脑子里面回荡 你知道吧 啊